这位爱狗的女老师贾红秋 三年前曾经因为向 红海集团总裁郭台铭下跪 请她救救流浪狗 而成为媒体焦点 但是后来因为双方的想法不同 并没有继续合作 贾红秋散尽了800多万元的积蓄 又欠下卡债独立苦撑 照顾她的流浪狗 但是令人难过的是 贾红秋虽然有强烈的爱心 她的收容中心却是缺乏管理 极度混乱 流浪狗来到这里 仍然逃不过悲惨的命运 脏乱不堪 狗狗被安置的旧工厂 就是贾红秋一直大门深锁的收容中心 贾红秋两年多前 曾经跑到红海公司外面 下跪请求总裁郭台铭救救流浪狗 一席间声名大噪 全台湾省的企业界大哥们 能够大家慷慨减囊出钱出力 设真正的民营收容所 尽管郭台铭允诺要捐500万 不过贾红秋却因为一句要按一定比例 人道处理流浪狗拒绝收钱 没钱当然也就无力改善环境 长期来协助打扫的志工说 狗社的排水系统设计不良 脏水会倒灌 环境始终改善不了 环境脏乱细菌多 它怎么会不生病呢 那80%以上的狗都生病呢 如果我讲的比较难听 这个是狗的炼意 其实以动物保护法来解释 没有提供适当的食物和饮水 也没有充足的活动空间等等 基本上就已经是虐待动物了 不过基于甲红秋处于爱心 也已经不幸身亡 台北县动物疾病防治所说 这很难开发 但是的确曝露出民间照顾流浪狗的问题 一般的民众 如果在饲养流浪犬肢的时候 要量衡量自己的能力跟财力 爱狗人士甲红秋的意外死亡 也意外揭开了民间收容所经营的困境 虽然以爱心为出发 贾老师也散尽家财苦撑 但是一只只疾病缠身的狗狗也揭露出 这些被救出来的狗 其实却被关在黑暗之中 记者林静梅秋福财台北报道